看看这张图 这棵树上面 刻了个镇子 这儿 对 我们白天去过那儿 一共有八棵树 上面都刻着符号 朱儿 这你就不懂了 这是老祖宗给咱们留下的机关 这镇 是八卦的意思 八卦里的镇就是掌南 掌南为大 位置在东方 这样 到了那天 咱们就虚晃一枪 在昨天晚上我们做过记号的地方 虚张声势 等把所有的人都引开之后 咱们就在这棵树下 开始挖宝 不过有件事情不对劲哪 昨天晚上山神庙突然出现了很多解放军 可是图的秘密只有我和寻香知道啊 会不会是寻香害怕我们拿到宝藏 所以把秘密告诉了他们 不会不会 这个寻香那一直是个有主意的人 会不会是巧合 好 我去山神庙走一趟 探探路 也好 你赶紧下去准备一下 一定要小心 知道 你赶紧下去 让你走 你来吧 我来吧 你来吧 好 你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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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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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儿 我说朱儿 朱儿 其实我早就看见你了 可是你跑得太快 一点都追不上你 你给我说说 山神庙那边情况怎么样 据我仔细观察 你们几个先下去 行了 你说吧 据我仔细观察 这个山神庙本来是个荒庙吧 应该没有什么人吧 可是最近 突然多出来了很多奇怪的人 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 既然还有人在那儿 卖烤玉米棒子的 你说咱们这儿的人 谁吃烤玉米棒子 是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一定就是解放军 难道说 他们发现了什么 看来 还是要找无药祖帮忙 又是无药祖 这个无药祖 可信吗 可信不可信 事实才知道 谁啊 这谁啊 这谁啊 谁给你打准 吴队长 走路看清楚道啊 这是谁啊 这是谁啊 谁给你打准 吴队长 走路看清楚道啊 昨天晚上不是偷偷地 去了啥什么样了吗 他到那里干什么了 怎么样 那菜包着着了吗 吴队长 我今天来 是来向你认个错的 上一次 确实是我们不对 但是 也是因为你给了我们家 火力不属徒的事 我们才不敢相信你吗 不相信 你找不敢什么 你现在又求着我了 就低声下死地来求我 告诉你 美美 吴队长 这一次 我们是真的得到宝藏了 要是没有我们 你们也别想拿到宝藏 爷爷 你还想威胁我是不是 大不了大家一起一次王婆 这个包我还挺不要的 卓小姐 请 吴队长 你别生气 这何必呢 我们双方为了这宝藏的事 费了那么多的心血 眼看着就要成功了 咱们干吗跟宝藏过不去呢 解放军的部队 现在就守在山神庙的附近 弄不出来咱们一场空 咱们现在得联手才能找到宝藏 你们负责调开部队 我们好好地挖宝 咱们五五分账 可不像 你字 我柳 我要足 我怎么立 最多再给你半撑 好 撑脚 你现在就告诉我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去那个闪神庙 我们打算明天晚上去 那就一仰为鼎 告通快 我自有办法让杨忠撤走 山神庙的部队 什么办法 我决定 把山神庙的部队撤出来 团长 你这一会儿大张旗鼓地守着山神庙 这没几天 你又要把它撤出来 我真就搞不懂了 同志们啊 我们大张旗鼓地守山神庙 是为了让杨忆相信 山神庙很有可能是宝藏的埋藏点 守了这么几天也够了 我想呢 咱们要把这个部队撤出来 给杨忆一个下山寻宝的机会 我明白了团长 你这使了一计 欲擒故放计 那 那家纵行啊 欲擒故纵 纵 纵是纵子的纵 行了行了 是 就你明白 你分忙 你们俩都错了 是纵横的纵 欲擒故纵 团长 我觉得 你这样做会不会 给土匪一个可乘之机啊 万一出了问题谁负责啊 我是部队的主官 出了问题当然我负责 这这这这 太好了 一样团长 你这个欲擒故纵 故纵 故纵 太高了呀 武队长 你就别急着夸我了 没有 我跟大家说 其实 这是一招险棋 这盘棋里 最重要的一枚棋子 就是吴队长你 我命令 吴耀祖 带领你的明兵小队 二十四小时的监视山神庙 一旦发现洋溢的行踪 立刻向我汇报 是 只能监视不能交火 是 能不能生擒洋溢找到宝藏 就看吴队长你了 团长 团长 是 你咱娘的笑点是吧 吓跑了洋溢 老人菜宝劝 是 都小心点 君教 你说杨溢手里的藏陆图 会不会也藏着什么东西啊 他的那张图和我们的图 差别就是那棵树 我也想知道 那里面埋藏的到底是什么 这样也可以一举两得 让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杨溢的身上 是 是 杨溢手里的藏陆图 是 杨溢手里的藏陆图 是 杨溢手里的藏陆图 做好标记的地方 开始挖了 不行 在这儿挖下去 藏陆图里指示的东西 肯定会被挖出来的 还想到 你别冲动啊 随风她 等着 她们挖的时间可不短了 当时杨溢埋的时候 可没有这么长时间 她是主公义 买个假的让咱们看见 让咱们以为她在挖假的 趁机把真的宝藏給挖出来 很像 没冲动 要陈图棋 杨溢她不会这么贵 好 醒来 你们在这儿等着 我回去看看 好 把我们找着来 谁呀 任长 快来人哪 留你的小命 佩 好几个凤红表 你那个小娘们儿 你给我逮住 小娘们儿 我要走 王盖世 你可来呢 王盖世 怎么回事 王盖世 那个杨毅啊 被我打死了 杨毅打死了 好啊 这我可给你记一大功啊 难道说团长的 欲擒故纵即实现了 假的 杨毅是假的 假的呀 不可能 假的 看来咱们又上当了 不可能上当啊 我眼睁着着看着 那就是杨毅 行了行了 事实都摆在这儿了 还杨毅杨毅的 那个真杨毅到底在哪儿 不 现在看来 是他使了一个 调虎离山之计 团长的计谋 可真是高明啊 王盖世 你这话里有话呀 什么意思 我能有什么意思 就算我不说 大家伙也都看见了 我还能堵住别人的嘴吗 我 我就不说 我 我也能不让别人说 甩着腿 不说了 既然目标已经暴露了 从暗处变到明处 那我们接下来的行动 就会更被动 王盖世 这不是杨毅杨毅杨的 尸体秒算吗 怎么还能上敌人之当呢 行了 我们待在这儿 也没什么用了 怕两个人把尸体抬走 这是最重要的物证 回团部吧 看来是杨毅的 一兵之计啊 这个杨毅 一定会出现的 咱们去杨毅庙的右边停着 老大 我看过了 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好 来 让兄弟们四下散开 加强警戒 好 散开 警戒 OOOO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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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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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h аб良 一手裂的那份藏包图 上面写的是正月十五 而且那棵树的位置 和我这个藏包图上的 也不一样 会不会是有什么蹊跷啊 五七 五八 五九 六十 闻风 在这儿吧 等等 爸 好 行了 差不多了 慢点 好 还是一张图 这难道是爷爷安排的 珠儿 你那边什么宗家 我就怕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这下总算水落实出了 来 看看 你来看看 怎么样 怎么又是百花图啊 什么叫怎么又 赶紧回山吧 闻风 收拾东西 好 快 走走走 雪晴 杨姨他们走了 你说他们拿走的东西 会不会也是宝贝 如果是我爷爷的安排 应该不会是什么宝贝 那咱们赶快 把我们的宝贝挖出来吧 以免夜长梦多 不行 今天晚上 到山神庙的各路神仙 可都来齐了 说不定 还有其他的人 在某个地方盯着呢 咱们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一旦挖出来了 就会暴露 所以咱们要偷偷地走 一点痕迹都不能留下 一点痕迹都不能留下 走吧 又让杨姨跑掉了 是 政委 这次杨团长要吴耀祖去伏击杨姨 这里边有问题 什么问题 你想 吴耀祖的手下都是民兵 战斗力明显不如我们 杨团长有私心啊 你是说杨忠对杨姨手下留情 表面上看是欲擒故纵 实际上是寻思舞弊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 反正大家都看见了 我就是不说 也堵不住别人的嘴 我先关了他的禁闭再说 政委 那没事我先走了 喂 接136团 我先关了 我是刘清泉 把杨忠押到师部来 隔离凡行 把门打开 是 政委 在外面守着 是 您处分我吧 少说废话 队伍内部出了问题 我干吗要处分你呀 政委 我认为您的判断完全正确 是 咱们的工作越来越困难了 既要完成剿匪 又要寻找宝藏 保护国家的文物 还要时刻提防 队伍内部的坏人 不坚决吗 政委 我是这么想的 咱们可以采用排除法 把所有参加此次任务的人 逐一排除 找到那个有问题的人 不谋而合 所以我这次来就是要告诉你 还要继续关你的禁闭 你这个心头大患被关禁闭了 有些人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活动了 这样有利于我们尽快地查清 队伍内部的坏人 你明白了吗 明白 全国刚解放 我们队伍里鱼龙混杂 什么人都有 坏人脑袋上又没有贴贴 你知道哪个是坏人呢 这个事情 你 我 王市长 除了我们三个人之外 对其他人统统保密 不管赵翻身 王干事还是徐香 明白 明白 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委屈你了 郑伟 我没问题 最近伙食怎么样啊 挺好的 郑伟 来 郑伟 郑伟 有事吗 我来师部问问 团长他没事吧 没事吧 他已经被停职反省了 还想怎么着才算有事啊 郑伟 我们团长是清白的 我觉得师部领导 应该相信他才对 他可是我们蟒秀山 剿匪部队的主性公 如果他被阁里审查了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攻向毛修山啊 不要说了 让杨忠隔离反省 是我和师长商量以后 做出的决定 在问题没有查清之前 他必须给我住在师部 好好反省 我要盯住他反省 政委 我代表136团全体战士 向您保证 我们团长他是清白的 不说他行不行啊 现在136团 就剩下你一个人了 那个赵翻身毛毛愣愣的 我信不过他 你回去之后 把工作好好给我抓起来 我现在能信任的只有你了 知道吗 谢谢政委对我的信任 我不会让政委失望的 嗯 采灵啊 过来 来 要走啊 来 我这树上的腿 来 坐这条腿 坐这条腿 哎呦 差点挥不来了 就见不着我那小兔子了呀 瞧你那点出息 早死早脱生了 下辈子做个俊俏公子 让我也快乐快乐几天 你看看你说他 你赶紧点挥笔挥笔 快 网干事啊 小两口还挺亲热的嘛 心疼咱们家药走了吧 你要是受伤了 该没人我也心疼你 我干事 幼祖 来来来 坐下 怎么样 身子怎么样 没事 没少了骨头 这个钱算完算 就是没想到 这个父后表从后边杀出来 这个包藏没弄到时候 还挨了他一墙 这个臭娘们 赶开枪打我 他等着吧 都拿钱我抓着他 我让他生不如私 行了行了 忍着点 小巫人则乱大漠啊 这一次 虽然我们没找到宝藏 但是我们搬到了杨仲 知道吗 他已经被隔离审查了 这次要想出来 这次要想出来 那可就要得了 至少这个团长的位置 是保不住了 而且我也得到了刘政伟的信任 从此以后 这136团就是我们的天下了 这下我们找起保来就更容易了 可是这个话又说后来了啊 这个包藏可是没有了啊 你说 要这些权力有什么用啊 你懂个屁 权力当然有用啊 包藏我们还得继续找 对了 昨天晚上我去三十庙之前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这个杨仪吧 一下闪 我就感到奇怪啊 杨仪一致都是广命重大的 从来没有忙过的人啊 我等他瓦上董熙的时候 我在开枪把他打死的 我就去把董熙抢过来 我仔细一看 才发现是个家杨仪 怎么 伏红表从后面打了黑枪 董熙也没脸 那个瓦罐里的东西 我也没看清楚 到底是什么 这样看来 这个假扮杨仪的人 很可能是杨仪的手下 但是不对啊 这么重要的东西杨仪 怎么会不亲自来拿呢 而且他这个部下 还明目张胆地去取 这里面一定有诈 一定有问题 你别骗了 父红彪 也被骗了 不 不是 我是 的的确确看到他从地里边 挖出那个洞下来的 就那个玩罐啊 如果是假的 还能挖出洞下来啊 所以说 我还得再去山神庙亲自走一趟 你买怎么哈 我才能够 坑底的草叶还没有腐乱 这个坑里的东西 肯定是最近才埋进去的 这次我果然上当了 这坑里的东西 都万是杨毅自己埋的 他派手下来假扮自己 来这里挖自己 事先埋下去的东西 就是为了扰乱我们的视线 朱儿 我觉得 咱们还得用上次的办法 再试一试 出来了 就是他了 正月十五 丑时的影子 过了山神庙 我离上天只有六十步 不对啊 怎么还在这个地方 从前有座山 山上有座庙 庙里有个和尚在念经 从前有座山 山上有座庙 我们上了寻乡的当了 明国二十一年 那这个瓦罐埋在这里不超过三四十年 可宝藏的传说怎么着也要三四十年了 难道所谓的宝藏 只是沈公当年布下的一个局吗 看来杨毅手里的不过是张假头罢了 他真是空欢喜一场啊 这宝藏真正的秘密 还在寻乡手里 神公当年果然又做了张假图 恐怕这点连寻乡都不知道吧 竹儿 我们要想继续找到宝藏 那就必须要与寻乡合作了 他一直都在骗你 我说什么了 这个女人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还是不信 还要相信她 现在怎么样 我们花了这么多的功夫 全败废了 我现在真想一枪打死她 我恨不得也一枪崩了她 可是宝藏怎么办 宝藏的线索还在寻乡身上呢 当年杨进宝以死相逼 沈公才给了她一张假图 寻乡这一家人可都不是省油的灯 咱们不能再用杨进宝的办法了 我们要对寻乡好 要取得她的信任 所以不能杀她 刘正伟 不能进啊 你放开我 刘正伟 不能进 刘正伟 刘正伟 你冷静一点 刘正伟 你看 放开她 是 刘正伟 我觉得师部在处理杨团长的事情上 是冤枉好人 你怒气冲冲地找师部就是为了说这个 还有没有点规矩啊 杨团长是为了剿匪 差点连命都没了 你们竟凭一面之词就把她关起来了 谁说我们是凭一面之词啊 矿界现在还在调查阶段 组织上是讲证据的 你凭什么说我们是讲一面之词啊 我不管 杨团长没有犯罪 你们立马放人 你说放就放啊 这是师部 不是你耍鬼的地方 刘正伟 杨团长根本就不认识 杨团长根本就没有通匪 杨团那天晚上也没有出现 什么把杨团放跑了 全都是胡说 你怎么知道杨团那天晚上没有出现呢 说话 那天我也去了 杨团根本就没去 你为什么会在那儿啊 那是我家的宝藏 我当然要看看了 笑话 宝藏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怎么成了你家的了 你究竟还有多少情框隐瞒组织啊 看来你根本就不想把宝藏交给国家 是不是啊 那所有宝藏的秘密 都在杨毅的手里 在杨毅手里 看来杨忠在你的心里 根本就没有你的宝藏重要 为了杨忠 我可以舍弃所有的一切 包括我自己的生命 你这是真心话还是演给我看的 好吧 看在你真心救杨忠的份上 我今天就不追究你了 不过绝对没有下一次 请问人 到 同志王坤山 把他给我带回去 是 走吧 寻相见 寻相 杨团长出了事 刘正伟正在气头上 你这可是火上浇油啊 这油我就浇了 怎么了 好了好了 我也不和你多说什么 以后做事情 记得多想想 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事情不该做 我这是为你好吗 我看啊 是为了你自己好 好了好了 现在你在气头上 我不和你多说什么了 回去以后啊 想征性的关你几天禁闭 好 这样 你趁机好好休息休息 调整调整身体 也趁机啊 立着自己的思路 好不好 好 对不起了 寻相姐 这个得没收 进去 快点 寻相姐 你放心会没事的 你 你关门 关那么快呢 我跟你们说啊 兄弟们 这个屋啊 除了我 谁也不能治 知道吗 包括团 团长在内 这寻相 终于也被我们控制住了 这么说 那个宝藏 咱们马上就要大手了 还差得远呢 虽然我给寻相关了禁闭 但是 她可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 就能输出宝藏的秘密 这个女人啊 就该打 要不然 我去教训教续她 我看她说不说 你闭嘴 寻相要是那么容易对付 咱们还费那么大劲干吗 而且 我还从侧面了解到 寻相这个丫头 还向刘政委说 我们陷害阳中的事 那现在咱们该怎么办 寻相这个丫头 那是个幼眼不尽的竹啊 咱们还要把她当个 西太后供起来啊 幼眼不尽 我还要把她当个人的 那也未必 有一个人 就是寻相的弱点 样主 那我们 就彻底把阳中置于死地 我们也少了个严重定 王干事 来了 王干事 您是上级 有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 因为事情重大 所以 这个忙你必须要帮我 到底是什么事情 我跟你说清楚 根据我们组织的保密原则 这件事情你一定要保密 不能向任何人 透露一点点 一定 好 别让她胡来 那样会影响到她的前程 那就不好办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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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笑 你怎么来了 这可是禁闭室 不能随便乱闯的 关你禁闭 只是象征性的关系 他们为的就是不让你出去 我们想探望 随时都可以进来 原来是这样 找我有什么事 王干事刚才告诉我 说团长的罪名 已经定下来了 很快就要被枪毙了 许香 许香 来人哪 来人 来人哪 怎么了 许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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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干谁啊 许香 许香 你这是何苦啊 你到底要怎么样 才肯放过杨忠啊 现在不是我要不要放过杨忠 而是师部 要不要放过杨忠 师部不放过 王干事说这些话 你不觉得圈子绕得太大了吗 那好 我就不绕圈子了 师华告诉你吧 我可以帮你救出杨忠 但是 现在是师部说了算 我说话没分量 我要能说上话 受到师部的重视 必须啊 得立个大功 立大功 对 许香 只要你把宝藏的秘密告诉我 我就可以为政府 找到国家的文物 这可是一个 绝对的大功劳啊 而且这个功劳也算你的 师部也知道你跟杨忠的关系 这样也可以为杨团长 澄清了这个事实 对吧 有了这个功劳垫底 我呢 在师部也就能受到重视 我就能说上话 我就能立刻 把杨团长给救出来 你真的可以把他救出来 当然了 没有这么多年在部队的经验 这个跑票我还是敢打的 上一次 我见刘正伟 怎么一点都没看出来 而且我知道刘正伟 一直对我有意见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有一个条件 只要你能说服刘正伟 让我和杨忠结婚 我就马上把宝藏的秘密 全都告诉你 这个条件 没问题 这个条件 没问题 可是 你可要说话算说啊 王干事 我寻香虽然是女流之辈 但我绝不会实验的 好 好 那咱们一言为定 你们结婚的事情 包在我身上 好 那多谢你了 王干事 那我走了 好 谢谢你 王干事 你好好休息 好 谢谢 来 许香 你真的打算和杨忠结婚 你怎么偷听我们谈话呢 我是偷听了 那不也是为你好 别人的我还不愿意听呢 你以为王干事是什么好人呢 你以为王干事是什么好人呢 我这是先稳住他 你以为组织会这么没有原则 为了保护文物就把杨忠给放了 为了保护文物就把杨忠给放了 政府又不是土匪 不会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为力士徒的 现在要想救出杨忠的话 只有一个办法 劫狱 劫狱 那劫狱后咱们怎么办 劫狱之后上山当土匪 跟杨忠练手 就这么定了